欢迎打开Robbie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Morland Brew 翻拍是2009年的南韩电影 由全向佑和李宝英主演的 最悲伤的故事 导演是拍过 揭角的小王子 于爱别离 五星级鱼干女的林孝谦 旅安弦编剧主演的是 刘以豪和陈一涵 一同演出的 还有张书豪、陈婷妮 在上映11天之后 就打败了原本是在 贺岁党上映的 脚头二的票房记录 成为今年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 这部电影在香港的票房也非常的好 已经比与神同行 在香港的票房还要高了 这部电影有这么好的票房 我是蛮开心的 我喜欢这样的题材 这样的演员阵容 老实说 整部电影当中 看到的画面啊 质感啊 水准啊 都是蛮好的 主题曲也很好听 几个演员表现的 我觉得也还不错 只是大部分的时间 导演说故事的方式 我觉得不行 剧本当中 不合情理的部分 我可以接受 电影有想要表现的内容需要 这我可以理解 但真的可以把故事说得再好一些 不需要用那么多 MV式的过场 还有很多 没头没尾的桥段 剧情叙述 一对没有家人的男孩女孩 从高中开始就住在一起 长达十年的时间 彼此互相依靠着 却一直莫名的没有在一起 两个人努力的为对方着想 又同时折磨的自己 到最后到底 他们会不会在一起的一个这种故事 是一个蛮清纯 有一点点文清 很狗血的一个爱情故事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 都是为了刘以豪和陈一涵 去看这部电影的 但是我身边最多人称赞的 都是饰演牙医的这个张书豪 他的角色除了是 最多人可以同情的之外 也是最多人可以投射的对象 只是一个凄美爱情故事 当中的无辜配角 一场没有结果的单恋 也让很多的男生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是会因为这个角色的故事 而感到生气的 而且很生气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除了这个角色 是一个惨到不可思议的工具人之外 他们也真的不懂 这对男女主角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幼稚又托人下水 其实关键是在男女主角的背景 有一个很特殊的设定 这两个人的行为 会这么的异于常人又死脑筋 不是因为他们是哪一个星座的 而是因为他们小时候都被抛弃过 这个伤口没有被修补过 从此就认定自己是没有人要的 也非常中二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 不应该拥有幸福 老实说这样子的想法 我也觉得很幼稚没有错 但是要是你有被家人 或者是被爱人给抛弃过的话 或者是类似的感受 你大概就能认同这样子的心境 而且有的时候一个人受到太严重的打击 是永远也走不出那个低潮绝望的漩涡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的剧情 两个在爱情当中傻到不能再傻的人 就算拥有这个知心的同居好友 也因为自己小时候曾经突然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家人的经验 就算彼此真的有好感 也没有要进一步发展这段关系 或者说拥有对方 因为这样孤单的一个人 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一直到后段他们对彼此的感觉 才一波波的打到他们的心上 一场又一场脆烈的桥段 才一幕幕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虽然我前面说这部电影说故事的技巧不太好 我一直有出戏的感觉 但是看到后面的时候 我还是有可以感动一下的心情 不过这个结局还是让我蛮不喜欢的 你会觉得主角们他们实在是太不成熟 因此会质疑他们觉得我们观众就喜欢这样子的结局 或者是导演还是编剧这么喜欢这个结局 甚至在最后接回去那一首歌的地方都没有接得很好 你可能看完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很感动 但你不会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 听故事的那个歌手还有经纪人 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在主角学生时代的那一段 选了全台北市最美丽的一所高中来拍 剧组很会选 在演员的部分我比较奇怪一点 我喜欢配角们大过于主角 不管是大庆或者是鬼鬼我都觉得不错 是很成功的夸张角色 而原本叫布鲁斯的贺昊成 则让人感觉到比较一头雾水 他在这个故事的定位怪怪的 有点像是这部电影当中真正的工具人 而陈婷妮和张树豪我都很喜欢 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角色的作用 以及他们是谁 刘以豪和陈以涵则比较受限在角色上面 还有剧本上面的安排 所以很多地方的表演是蛮模糊的 有些时候还是太偶像 不过这部电影真的把两个人都拍得很好看 刘以豪就是有那种很独特的暖男形象 而陈以涵则是在无辜让人心疼这方面的演技超级厉害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外在是一个要让人思考什么是爱情的电影 而内在则是一个很少人经历 却很多人想要经历的一场淒美苦恋 我想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喜欢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有的商业电影 虽然可能会对年轻的观众有一些误导的成分在 我自己是很喜欢看爱情电影 我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把故事说得更好的商业爱情片 这部电影适合的族群很清楚 对爱情怀抱着幻想 比较少恋爱经验 或者是看到刘以豪就会少女心爆发的观众 特别推荐给想要在电影院里面 递卫生子给旁边的年轻女生 以为这样可以搭讪成功的你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也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